好另外来看到中东战事的部分呢 现在随着这个战事还持续开打 不过呢这个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附近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当然是格外敏感的 这枪手是当场就被击毙了 附近的居民就拍下了以色列大使馆附近 可以说是枪声连连 而随后就有大量的园警还有救护车 赶到现场来支援 当地的媒体就报道 当时有一名枪手是朝着警察巡逻队开火 不久之后就在现场遭到了击毙 另外还有三名的园警受伤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附近的区域 要进一步的展开调查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 现在还是激烈的交火当中 而现在真主党发射至少250枚的火箭弹 以及无人机 这个目标包括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军事设施 北部以及中部地区 导致有不少的建筑物 工厂还有车辆遭到炸毁 随后以色列是进行了反击 现在是大规模的轰炸黎巴嫩 贝鲁特南部的郊区 而就连里巴嫩军方在南部的一处哨所 也遭到了袭击 导致至少有一名士兵死亡 18个人受伤 以色列现在是紧急道歉 而他们强调说这个空袭 仅仅是针对真主党 并非里巴嫩的军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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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